大陆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站稳脚步放眼全球 认为台湾市场至少落后大陆三到五年 对此国内业者认为市场条件不同 那国内呢会采取种植不重量的行销方式 去抢供消费者荷包 前进美国风光上市 创办人马云还亲自拍摄集团介绍影片 大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注册用户遍布240多个国家 称霸全球最大B2B平台 旗下跟拥有消费者取向的淘宝网天猫商城 观察台湾电商市场 阿里巴巴认为至少落后大陆三到五年 此话一出国内业者各有看法 台湾的网路世界落后中国大陆的月三到五年 这是没有问题的 政府还有民间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加强投资在这边这一块 打开网页往下拉 想要什么类型的食谱通通有 利用免费食谱吸引消费者目光 再借由广告收益 驿注公司获利 爱料理共同创办人销上能话说得很值 认为台湾电商市场确实落后对岸脚步 但也因为如此 未来成长爆发力绝对可期 但也有国内业者认为 市场条件不同不能如此断定 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是属于台湾的在地的所需要的一个电子商务的服务 其实在台湾的网购市场来说好了 我觉得跟大陆阿里巴巴这些有比较大不一样 是说其实我们在值上面的服务是相对好 像淘宝网他们在双11这样子一个高退货率 机会污到两到三成的一个退货率来看好了 其实以吉甲地来说我们的退货率大概只有在1.5%左右 枪攻台湾在地化商机更注重产品的质量而非销量 吉甲地协理将会画点出阿里巴巴问题所在 强调退货换货量的不同 阿里巴巴站稳对岸电商龙头宝座 台湾业者采用种植不重量策略 一样能让消费者打开荷包 富士生陈文佑台北报道 与优独队